已经停跟了一个多月 很多粉丝在吹根 但吹的最急的是布丁 你退休啦 把机会留给年轻狗 这一个月我们带他度假 到处旅游看风景 每天睡到自然醒 跟好姐妹一起聚餐 一起玩耍 一起散步 一起熬夜追剧 布丁四年前开始做我的模特 我们有一家经营了七年的淘宝店 布丁看镜头 他知道跟我一起工作 就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黏着我 于是我们越来越默契 我跟布丁的互动也说到你们的喜爱 抖音粉丝居然四百万了 感谢丁粉们的陪伴和支持 但布丁年纪大11岁了 我没想让他停止上班的 没想到他自己不同意 一看我拿手机就拼命巴拉 我给他拍视频 好了好了 明天刚好有个广告要找你拍 一早就来等我起床了 来过来对脚本 你先走到餐桌 然后拍一下桌子 我会跟你说我没做饭 你听了就摆个臭脸 怕你记不住 后面等一下再跟你说 好开始吧 接下来就是给你平时看到的成片了 我没吃饭也 然后你愤怒离开 过来这边 试一下我们的主推唱品 不定真败 好今天就这样 收工吧 之后我们不拍过这家这种剧情系列了 你们喜不喜欢看我们一家的日常呢 喜欢的话我会尽量多更新的 上班狗族的一天 快乐你别吹 像昨晚就一直喊我给他拍视频 哈哈他自己坐那里等我给他拍直播呢 你过来 坐下 咦你的耳朵呢 嗯有耳朵才好看呢 拍直播的工具 天还没亮才要起床 现在等我得到快迟到了 快迟到的时候我们吃什么呀 我们终于把狗饭做成这种现成的了 打开就能吃 好鲜香啊 不定平时吃的狗饭也是这个配比 我忙的时候他也不用吃蓬莱凉了 包装盒还是个碗架 不定老是不喝水 加水变成一碗汤泡饭 好请用餐 吃完了 连碗都不用洗真的很爽 过来刷牙洗脸 嗯好啦走上班咯 我们到公司了 开始 宠物模特的上班日常 今天拍狗饭顺便把午饭解决了 下午和我来参考验货 警司报告出来了 但他问一下确定没有意味 下班回家咯 吃饭咯 赶紧各就各位 全部做好 三 二 一 吃饭 吃饭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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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过习惯沉默的年纪 我一定会告诉你 你是最亲爱的你 给你一张说情事 关于你我暖的名字 在每个截然的深夜为你送赌 打赌